拳头最人像化的一集 拳图大招通知 优化龙雅人体验 众所周知 像赛恩克烈 这类英雄的大招 在开启时 所有人都可以听到大招音效 所以在13.19版本 设计师新增设置 显示英雄声音通知 即使你打游戏 不戴耳机 也可以通过屏幕右侧的显示 来判断谁放大招了 根据测试 目前只有贝雷亚 赛恩克烈 死哥梦魇 飞机赛拉斯 这七个英雄有通知显示 其实我有点不理解 死哥梦魇的大招 有必要显示吗 这玩意儿 你想不发现 它也难呢 再说你梦魇都有这功能 凭啥我卡牌没有 相反 本来就难以 远距离命中的贝雷亚大招 你再给个提前预警 就更别想中了 这次的新功能 属于是设计师 为了照顾龙雅人推出的 同时也优化了 普通玩家的游戏体验 不戴耳机 也能听脚步 建议隔壁娃 好好学习一下 像EZ 金格斯等 全图范围的大招是没有通知的 因为这些技能 在视野外释放 它本来就没有声音 我已经开始期待 下个版本 无限火力的右侧通知屏幕了